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在 NDS 和 PS Vita 平台推出 經典的千變的迷宮 風來的系列 《命運之塔》與《命運之閃》 睽違多年後 現在推出 NS 和 PC 版囉 本作是以 2010 年的原作為基礎 並加以中文化移植的版本 玩家將再次扮演《風來人》系列 前往《命運之塔》展開無盡的探索 前面的迷宮是相當典型的地城探索式 RPG 玩家的任何一次行動都會消耗一個回合 所以記得步步為營 一邊在迷宮中探索 蒐集武器和裝備 一邊利用各種道具消滅怪物繼續前進 不只是你可以撿起來的道具有上限 地圖上還有各種陷阱 各種功能的 NPC 以及隨機出現的商人等著你來攻略 要如何在消耗最少資源的情況下 帶著最棒的武器和等級往上爬 就是這款遊戲的醍醐味喔 雖然條件很嚴苛 不過不小心倒下了也別擔心 透過強化武器 學習特技和培養新道具等等成長要素 只要做組準備 每一次的冒險都會讓你變得更強 而且這一代不只是劇情完完全全的中文化 甚至還以 PSV 版為基礎 追加了新的冒險地圖 以及全新的《風來救助》技能 玩家將能夠體驗到更多原版沒有的樂趣 喜歡迷宮探索的玩家 現在就讓我們再次潛入千遍的迷宮吧 光榮系列的革新製作 運用真實地形規則以少生多 享受頂級謀略交鋒的快感 三國之戰略版憲政預約中